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一個經驗或感受 在德文班學到很多的文化、句子、詞語 你會覺得我已經認識了德文 但當你跟當地人溝通時 就會這樣… 就會閉著閉著 或者找不到很適當的詞語去表達自己 又或者另一個情況 就是當你跟其他人溝通時 你會覺得他講的模式或詞語我未聽過 但其實他也表達了一些同樣的意思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次我不會像上幾段影片一樣 告訴大家德國讀書有什麼好 德國讀書有什麼不好 一些很湧場的資料 今次我想跟大家分享 十個短的句子或詞語 是我在德文班裡沒有學過 而我在我的德國同學 德國的朋友 或者是我的VG 我的室友裡面 學到的一些比較貼地的詞語或句子 不知道大家第一句學的德文是什麼呢 是否Guten chart呢 原來Guten chart在我這年紀 二十多歲、三十歲的年輕人來說 是很少會用Guten chart的 我是來這裡才知道的 比較荒蠻的人 你對著長輩一點都可能會用Guten chart 但原來在這裡的年輕人 講問後語的第一句是什麼呢 比如說比較熟 就是說 Nö, wie geht es dir? 或者是 Nö, alles gut bei dir? 或者是 Nö, alles gut 他們比較少用Guten chart 或者是Guten Morgen 他們都會散略 或者說Morgen Guten chart 他們可能會說Nacht 年輕人最喜歡散略所有東西 所以 我覺得這個Nö字是很特別的 因為我是沒有聽過 我是住在這裡才知道 原來有這個Nö 我室友說 其實可以寫N A 或者N E 就是N R 或者N A 都可以的 Depends on 怎樣寫 你可以說Nö 或者Nö 都可以的 那當然 你只會跟朋友這樣說 你不要跟你Professor這樣說 要不然他就 很不尊重 你跟朋友之間可以這樣說 Alles gut Alles gut bei dir? 但跟Professor說 We get this in We get this in We get this dir? 或是 We get this in We get this dir? 就會比較方便 你可以回答 Ja, ganz gut Danker 當你有氣氛的時候 你當然會說 Ja, ganz gut Danker 或者其實沒有什麼發生 事情很平靜 生活很平靜 你都會回答 Ja, ganz gut Danker dir? 好 或者是 當有時 你的心情不太好 你就會有 Es gut zu 或者是 Git zu 即是 嗯 低馬馬地 記住 如果你是不想 或是沒有氣力 去解釋 你那天 為什麼沒有什麼心情 例如你那天 考試不合格 或者是你不想解釋 那麽多 你就會說 Ja, danke Good Mirgits gut 就可以了 因為如果你回答 Git zu 雖然對於你來說是普通 但他會追問 德國人會追問 蛤? 為什麼你覺得是Git zu 為什麼你會覺得一般 你就要花更大量的精神 去解釋 為什麼你覺得一般 你就會覺得 我已經很累了 你還要我解釋 好 到第二個 就是 通常呢 你都會約人吃飯 或者有些飯局 或者是你想問人 你有沒有時間 或者你想不想出來 中文就說 你想不想去哪裏 但是德文呢 就會通常說 就是說 你會不會有時間 還有有興趣 去做一些 blablabla 那麽 通常在我的 WhatsApp 或者Group 那裏就會 寫著 比如說 比如說 Hettest du Zeit und Luz zusammen 去Ikea 去飯 意思就是 不知道你會不會有時間 或者有興趣 一起去Ikea 那裏 那你也可以說 Ja gerne 就是 好啊 我們一起去吧 或者你可以有第二個選擇 就是 你可以拒絕 即使你有時間 也好 好衰 那你就說 Leider habe ich keine Zeit Leider 就是Unfortunately 那意思 但是呢 是動詞 放在第二個 position 那就說 Leider habe ich keine Zeit Sorry Sorry 好 去到第三個了 第三個字 我想說 就是 Quotchen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我們可以看 今天 這個 就是 Hello 一起 我們今天 早上 烹飽 und quatschen What bedeutet quatschen Quatschen 的意思呢 我們可以看 這個Dictionary 就是 代表 自己 ungezwungen unterheiten ein lockeres gespräch 簡單一點來說 兩個字 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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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沒有意義的對話 沒有意義的對話 我當然不參與 或者可以算是參與的 你可以答 Heuter kann ich leider nicht 或者是 你可以提出一個 可能星期一會好一點 你可以答 Aber Montag würde mir gut passen Geno 所以你就可以說 今天我不行 那下次吧 或者星期一 但是這個 Quotchen 的字 我覺得蠻特別的 因為 你在德文堂 可能會說 Reden Sprechen Unterheiten 但是你不會說Quotchen Quotchen 是一個 正如 在書面語 你不會說 吹水 你只會說 閒聊 或者聊天 但是Quotchen 的意思就是 德文的吹水 好 之後我想說 兩個phrase 都比較常用 一個就叫做 Das Hörsich gut an 就是from 一個字 叫做 或者一個 代替的詞語 就叫做 As kling good 就是 聽起來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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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意思 第二個phrase 就是 Does this our good house 這個字 從哪裡來的呢 就是 就是 看起來很好 看起來不錯 這樣的意思 這裡就有個例子 就是 通常Vicky 我們都會做些東西一起吃 有人做了一個薄餅 薄餅 那個人就會說 OK Bitter bedding or bedding or bedding or 的意思就是 serve yourself 或者你們隨便享用 這樣 那些人就會回答 或者那些人 我的室友就會回答 Ooo This is a good house 哇 看起來真的很好 謝謝你 謝謝 這樣 這個字都挺常用的 例如有些人跟你說 可以看一些東西 然後你可以回答 That is about good house 或者 That is about class house Crasse 真的是厲害的意思 That is about lecker house That is about good house That is about toy house 你可以拼拼一些不同的字 但這個phrase都挺常用的 好 之後呢 我已經不知道去第幾了 應該是第五了 第五呢 就是 有一個phrase 就叫做 Auf jeden Fall 或者是 Auf keinen Fall 的意思 Auf jeden Fall 的意思就是 怎樣都 或者一些很肯定的意思 Auf keinen Fall 就是 怎樣都不會 或者是 絕對不會 這樣的意思 那我有一個例子 是 做了出來的 那就是 通常都是 有些人忘記大鑰匙 不知為什麼 這些人都喜歡 忘記大鑰匙 那就會說 是誰在家 那可能我會回答 Its bin auf jeden Fall da zwischen 18 Uhr 和 19 Uhr 就是 我怎麼都會在這裡 在六點到七點 那這個就是 點到 或者是 很肯定的語氣 那這個 第二個呢 就是 Bitte stehen auf keinen Fall Toffe und fallen in the Spur Maschine 的意思就是 請 不要 絕對不要 將一些 煎鍋 或者一些 煎鍋 放在那個 洗碗碟機裡面 因為是不能洗的 那些小油 是很爛的 所以它會直接 放進去洗 所以我就會寫 Bitte stehen auf keinen Fall 絕對不可以 Toffe und fallen in the Spur Maschine 對 好 那到第六個 德國人是不會這樣錄的 德國人呢 是 錄這樣的 是香港人才會明白這個 對 那第六個呢 就是 我們可以看一下個例子 Hey, wo bist du gerade? 通常有些人來約人吃飯 那他就說 你去哪裡 你現在在哪裡 然後我就會說 啊, ich bin jetzt quasi fertig und komme gleich zu dir Vas bedeutet quasi Quasi很明顯沒有學過 在德文堂上 Quasi的意思就是 我almost finish 我差不多 finish 我大概大致上都 finish 例如我在教課 教完課之後 你還要收拾一些東西 還要關門 還要趕走一些人 這樣 那我是完結了我的工作 但是我還有少少少首尾 要收拾 那這些 少少少首尾要收拾 就是大致上都完成 這樣就叫做 Ich bin jetzt quasi fertig Quasi意思就是 almost finish 那 quasi呢 你經常都會聽到 我的朋友用 或者我的朋友都會用 Ich bin quasi fertig mit der Arbeit Ich bin quasi fertig Ich bin quasi fertig 那最後 就是最後一個 我想帶大家看一個例子 通常Viki就會搞Party 或者是搞一個Dinar 這樣就說 Hello Susammen Sagbeter Bescheid ob ihr heute mitkommt 即是說 喂 你們可不可以說一聲 你們今晚會不會一起來 這樣 就有人回答 Itsaga euchbeter Bescheid 我晚一點就會說給你們知道 Bescheid sagen的意思就是 通知一聲 或者是中文口語的說句 就是單一聲 喂 你單聲你來不來 你也可以說 Ich märde mich Ich märde mich 的意思就是 Sich märden Sich märden Sich märden 我會說一聲給大家知道 我會通知一聲給大家知道 就會好像比較方式 通常都會說 Its märde mich nach der Arbeit 我可能就需要交付 看到這個Message 我又不知道怎麼回覆我 我可能就會說 Its märde mich nach der Arbeit 所以我就說完我今天要說的話 即是 嘩 看我的稿 哈哈 很亂啊 我的稿 但是希望你們也學到少少東西 因為我這些詞語 都是我慢慢 跟我的同學WhatsApp 或者慢慢對話的時候 就明記遇心了 我記得我這些字 都不是在德文堂學過的 所以希望你們用得著 你們可以留言 訂閱 訂閱 讚 讚 什麼 你們喜歡 哈哈 所以我們就等下一次 你們也可以跟我的分享一下 你們覺得這些詞語 或者小句子 對於你們在德文的生活溝通上 有沒有什麼問題 你們也可以跟我說的 OK 我們到今天 乾杯 和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SUR Skype 小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